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 HK 又是我阿俊 這次我們要試的機體就是高達 F91 這部機是比較冷滿一點的 這部動畫不算十分受歡迎 我見有朋友留言想我試這部機,我就試一試它 首先看看部件 首先就是它打劍,有劍連續攻擊三和連續浮空斬 武器有兩支,其中一支是雷射巨砲 就可以發射雷射彈,不過我找不到一支有照射 不知道會不會有照射攻擊,有就好 另外還有一支雷射步槍 就可以射擊或連射 還有高能射擊和照射,就視乎你打回來是甚麼技能 頭部方面就有頭部火神砲 到胸口就有Mega機關加龍炮 就是架死艙對照射 還有EX技,M.E.P.E. 到手,就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只是可以裝備這個雷射盾牌 我也照樣裝備這個盾牌,因為原機是用這隻 正常我們用的一定是附加一些有武裝的盾牌會比較好 到他對腳就有雷射軍刀 背包就有這個選擇 VSBR,就是可以打停人的技能 盾牌就沒有甚麼好說,只有這樣有個雷射盾牌 接著在EX技方面,我自己又選了他用火箭炮 因為用火箭炮的機器不算十分多 我就選了這兩個火箭炮的純技 另外他自己是有一支槍 雖然我們裝備不到出去 也給他一個暴槍EX技,讓我打得舒服一點 接著就是他的EX技 這招技能開了之後就說解除了機體的限制發揮最大的效能 在一定時間之內會變快 又是這些,但是如果沒有加攻力的話我覺得是很無謂的招 爆發技,完全爆發 他勉強都叫做有幾支雷射武器 所以就用了完全爆發 我也想不到給哪一個爆發技給他用 Option技方面就有頭部的火箭炮 Mega機關膠龍炮 雷射軍刀 以及這個VSBR 就這樣 到前面我們轉一轉部機體看看 雷射盾牌 我記得就是這個F91 V高達 高達就很經常用到 但去到後期的高達就很少會有這個設計 可能不太受歡迎 這部機體又真的挺漂亮的 現在我們出去試一試這部機 看看他好不好用 看看出擊畫面 好看 雷射的頭部真的挺漂亮的 看著我又很想砌一步 哈哈 這部機我不是很熟悉的 如果大家認識這部機的話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們這部機有什麼特別 這個Option技方面 我們只有四個 首先試這個頭部機關炮 跟一般的頭部機關炮差不多 都是向前方射的 因為視乎我們看著哪裡 然後我們用這個Mega 喂喂喂喂喂 等等 不要摸到臉 接著試這個Mega濾射 不是 這個Mega機關加龍炮 通常一叫Mega就會濾射 我們現在 schonzen 來 metic亮 嘗 Jedi 好厲害 一下不就都被捨起 那就要等他慢慢加 這個我不太喜歡 謝謝 接下來我們試劉射軍刀 那就可以拉兩可刃 攻擊力就是2 vagy3 是不錯的,還算是流暢的 如果按住就會轉,這個我喜歡 S Gundam 好大隻 轉一下,這隻是不是MG來的? 大到這樣的,先算一下 攻擊力是不錯的,我們轉它的時候 轉,但我是不是被人射中呢?剛才很多紅色走出來 但是這個Option技有點遲鈍,你要按住隔一秒才開始動 我覺得這個就是不太好的地方 因為空檔太長,就要等,有時候按了是不是沒有反應呢? 接著我們試另外這一招,VS BR 射 就是把背包兩支炮放在格子裡射出來 我們找一隻厲害的,再射一下 彈容量好像都不錯 我覺得過一下 再炸一下你先 搞定 我蠻喜歡這招,這招因為容量夠大 通常這個VS BR我們試了很多款 都只有三四發就玩完 它的容量一定不止三四發 就這樣看 那是一個不錯的招數 但是就要配合一下我們用什麼武器來做追擊用 OK 接著呢,試完這個我們到射擊武器 那就是火箭炮 射多東西 好沒什麼感覺 扣這麼少 扣過一萬幾千 雖然它消耗量是很低 我試試按實 按實是沒有反應的 那之後呢 就這樣炸過去 不過,老實說 激光會有爆炸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激光怎麼會打成借之後 爆開,神經病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照射會比較漂亮 感覺上 還有實用性會比較大 現在這樣打很慢 給我的感覺 原來講得來這個MEP 都已經用得 那我們試試用一用它 那機體有沒有變快到呢 有殘影 攻擊力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然後我們試試雷射軍刀 算不錯 然後我們先爆氣 不是不是 這樣先 BGM就不同了 但是呢 我真的感覺不到機體有什麼不同了 傳彈發射 傳彈發射就不錯 或者它背包那兩支炮 就會全部一起射 不過我打不中就沒什麼用 但是為了我不要浪費 所以我才放掉它 好了 聯合機出現 嚇死人他們在哪裡呢 給火箭炮你吃 接著幻象射擊 再來個光域轟炸 你不要爭著吃我的炮彈才行 人人有份永不樂空 告訴你 好,再斬個 其實我得EX技方面 真的很好用的 不太多 這把劍是不錯的 起碼好過我們自己用開那把 再打一把 再刺一刀 再刺一刀 Mega火神炮 我覺得這個Mega火神炮 很差 它附送那把爛鬼軍刀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用 因為扣得太少 又不夠密集 當然我們可以配合其他武器來用 最好就是背包的VSBR 又有敵機亂入 我們再試出MEP加爆發 看看究竟 是否真的很好用 首先用這個 然後再用這個 我們可以定住敵人之後 再慢慢咒 這是一個不錯的技能 但現在的戰況非常混亂 先出一下技能 好,我現在要爆發 但是爆發技的感覺上 就很弱 來吧 好,我讓它合體 我原本想炸死它 算了 好,剩下最後一隻 那我們的MEP都已經全部用完了 射你 然後麻痺 再斬過 又可以打它上半空 那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連續技 老實說 敵人基本上是被我們打到動不了 搞定了 先過板 好,最後BOSS 我們打到 BOSS我們打法 其實可以用火箭炮去削黃條 如果削到的話 那既然削不到 嘩,好痛 削不到就要靠頭部幾關炮 那對一般的隊長機 都可以 好像我剛才說的 先收回頭 原來很傷 原來 接著就用我們的X技去連 盡量都是這樣打的 其實 因為我們很難去 咦,那隻死了沒有 讓它下來 哎呀 喂,大哥,不要打走它 我要殺它 哎呀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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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藥 好 下來 下來就對了 那 我們打走它 我們打走它 黃條之後 就任我們魚肉 打起它再片都還可以 那敵人就會容易打很多 用這個方法 除了剛才被人圍的情況下 會差一點 好,射停你 好 嘩,我這麼壞 好像 打停了之後 我們又可以乘機進攻 那這個配合來說 主要都是用我們這個背包的選擇 來作輸出 起來吧 起來吧 再給我打過 那我用劍的主要輸出就會用這個三角形 因為這樣的打法會 感覺上好些 還有打停它之後 就乘機用EX技打 因為它會站定定地被我們借 這個是最好的 打完 好了,這部F91就用完了 那我自己的評語 它的火箭炮其實真的不多好用 因為Dark Heat的威力又不大 唯一就是我彈容量算是高 和儲得快 如果它有照射式 那我就會很喜歡 另外就是它背包的VSBR 在戰術的配搭上面 就很容易 因為當你打停了敵人之後 基本上它就任我們如肉 除非我們被其他機圍緊 那這個情況就真的沒辦法 如果純粹說拿來玩一下 這部機是不錯的 但如果玩到後期的高難度任務 我想就未必用到這部機了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機想我試 就即管留言 那我再抽時間去試它們 那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